摸摸熊玩具乐园 哈喽,小朋友们 摸摸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咸蛋超人的典型怪兽玩具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包装 取出里面的超人玩具吧 哈哈,这五位就是包装里面的 咸蛋超人啦 五位超人,小朋友们 你们都认识吗 第一位是艾斯超人 艾斯超人要开始变形怪兽咯 首先呢,合上超人头部的盖子 接着把超人的手臂 放入肩部的凹槽 还有超人背后的盖子需要向前翻转 再把盖子对准卡口 笔合起来 最后呢,还差怪兽的尾巴 我们把他的尾巴给安装上去 调整一下姿势 哈哈,我们的艾斯超人 变形成可拉伯王怪兽了呢 第二位呢,是左飞超人 左飞超人也来变形怪兽吧 先把超人的手臂放入肩部凹槽树 然后把超人的双腿向上旋转90度 再扣紧 再扣紧双腿上的盖子 还有超人身体的盖子 也要和腿部的盖子 笔合起来 接着呢,把怪兽的尾巴安装上去 最后和上头部的盖子 调整一下姿势后 左飞超人也变形成泰兰特怪兽了 接下来这位是宇宙超人 宇宙超人又会变形成哪位怪兽呢 同样事先把手臂收入肩部凹槽 然后翻转超人腿部后方的盖子 再把盖子逼合起来 接着呢,向后旋转超人的头部 向前翻转超人后背的盖子 还有头部的盖子 最后把身体的盖子相互之间 笔合起来 哈哈,宇宙超人则变形成了这个 黑布溜秋的杰顿怪兽 第四位是泰罗超人 泰罗超人也要来变形怪兽了 还是先把手臂收入肩部凹槽 接着呢,打开后背的盖子 把超人的头部收纳起来 超人的腿部需要向上旋转90度 再把腿部的盖子扣紧身体 最后把超人头部盖子合上 还有怪兽的小尾巴 也要收拢起来 这位就是怪兽贝劳克恩了 他的样子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凶啊 最后一位超人喽 他就是赛文超人 赛文超人也开始变身吧 将手臂收入肩部凹槽 接着呢,打开后背的盖子 收起超人的头部 合上盖子 还有超人背部的盖子 需要向前翻转 然后把盖子逼合起来 最后再把超人胸前和后背的盖子 相互连接起来 合上怪兽的头部 还有怪兽尾巴呢 也要安装上去 套在超人的小腿上 哈哈,怪兽爱雷王也变形好喽 好啦,五位超人都变形成怪兽形态了呢 小朋友们觉得哪一位怪兽最厉害呀 欢迎大家评论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波西兵的时候 不访一gin与您的く JES